你是不是经常忘记给你的室内植物浇水 你是不是觉得养花养草太麻烦 还要担心它们会枯萎 腐烂或者长虫 你是不是想要一种既美观又实用 既能净化空气又能解水的植物 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 那么我要向你推荐一种神奇的植物 它就是桌面虎尾兰 桌面虎尾兰是一种小型的虎尾兰品种 它有着硬挺 渐行的叶子 颜色多样 花型优雅 虎尾兰不仅美观 而且还有净化空气 吸收甲醛等功能 虎尾兰的种植也很简单 只要掌握适当的胶水 施肥和修剪方法 就能让它长得茁壮健康 但是桌面虎尾兰比普通的虎尾兰更加特别 它可以不用胶水也能生长 而且还可以放在桌面上作为装饰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桌面虎尾兰是一种多肉植物 它的叶子很厚实 可以储存水分和营养 它的根部也很特别 有些根部会从叶子上长出来 形成一种类似脚趾的结构 这些脚趾可以帮助桌面虎尾兰 在干旱的环境中移动和寻找水源 因此桌面虎尾兰被称为行走的虎尾兰 桌面虎尾兰可以在水中 或者干燥的介质中生长 如果你想让它在水中生长 你只需要准备一个透明的玻璃瓶或者花瓶 然后把桌面虎尾兰的根部 放入水中就可以了 水中可以加入一些液体肥料 或者活性碳 来提供营养和防止腐败 你还可以在水中放入一些彩色的小石子 或者珠子来增加美观效果 这样你就可以把桌面虎尾兰放在书桌 茶几或者窗台上作为一个漂亮的摆设 你可以每天看着它 在忙碌和压力之间找到一丝平静和舒适 如果你想让桌面虎尾兰在干燥的介质中生长 你可以选择沙土 珍珠盐 鹅卵石等材料来作为盆土 这些材料可以保持良好的排水和透气性 避免桌面虎尾兰的根部腐烂 你可以用一个小巧的陶瓷盆或者塑料盆 来种植桌面虎尾兰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明亮的地方 比如阳台 窗户 或者办公桌上 这样 你就可以欣赏到桌面虎尾兰的优雅姿态 你可以每天观察它的生长变化 在单调和乏味之中找到一点乐趣和惊喜 无论是在水中还是在干燥的介质中 桌面虎尾兰都不需要经常浇水 它可以利用自身储存的水分和营养来维持生长 你只需要每隔一段时间检查一下水位或者土壤的湿度 如果太低了 就适当地补充一些水 你也不需要经常给桌面虎尾兰施肥 每年春季和夏季的时候 给它试一次稀释的液体肥料就足够了 你还要注意定期给桌面虎尾兰修剪一下枯黄或者破损的叶子 以保持它的健康和美观 桌面虎尾兰是一种不浇水也能绿意盎然的植物 它可以为你的生活和工作增添一抹清新和活力 它的种植方法简单易行 不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只要有一点点爱心和创意 就能让它成为你的桌面好伙伴 如果你也喜欢桌面虎尾兰 不妨试试这些独特的理念和技巧 让你的桌面虎尾兰更加美丽和健康吧 感谢您的桌面虎尾兰修剪